台南教区新任主教李若晃敬墓和就职典礼 1月1号天主之母节下午3点 在圣公礼中准时举行 而最让人感动的就是 当那权戒以及权杖各项礼完成的时候 负责主礼的林锦南主教宣布 这就是你们的主教 如雷的掌声让人看到台南地区教友对信任主教的盼望 授与主教圣志礼仪 先由教廷代办家安道蒙席宣读宗座任命诏书 记者林锦南主教对李若晃主教进行讲道并且给予他一些祈勉 随后李若晃主教进行了圣志许诺 在祝圣祷文之后举行了祝圣礼仪 台湾地区各教区的主教都会李若晃主教附首 复首礼之后李若晃主教会在林锦南主教跟前 林锦南主教特别为他复 福音书 示意义里中李若晃主教在林锦南主教面前接受富游 满满的富游让李若晃主教感动不已 请受于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 受全界 请接受这戒指这是忠贞的信物 受礼贯 受全帐目帐 各位教友 这是你们的主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